来到中尾,不说中尾话,就像吃火锅,但是吃味道 然后来到四川,不说四川话,就像吃鸳鸯锅,味道一般 眼前这位金发碧眼的波兰九龄鹤小伙 不仅有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还自己创作了十余首四川方言 或者融入四川元素的说唱歌曲 一时间火爆各大短视频平台 2012年,还在波兰读大二的菲利普开始学习中文 渐渐对中国新生向往 2014年底,大学刚毕业的菲利普迫不及待地开启中国之旅 几番纠结后,决定选择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生活安逸休闲的成都 原计划只留半年的他,没有想过 这一待就是整整五年 菲利普坦言,他非常喜欢在成都的生活 他想更快,更深度融入到这个城市里 偶然接触到四川话说唱后 让他明白,方言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沉淀 和其本身的底蕴、内涵 截至目前,菲利普已经上了超过一百节四川话课程 坚持随时用四川话与人交流 如今光评声音,已经很难听出他是外国人了 大家好,我叫菲利普,我是成都本地老外 最初喜欢成都话就是因为听到这个四川的说唱 我觉得这个说唱很有概念,你知道吗 在香港就决定了这就生活想做的事情 然后后来也慢慢开始了自己写一点 就是成都话和英文的一个结合 比如说成都一些生活 像比如说这边一些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吃的东西 或者经历的一些事情 感觉很巴适,很安逸 我觉得大家喜欢就好 菲利普不仅是成都持正上岗的街头艺人 还是一名拥有四百多万粉丝的网红 在街头录演和直播时 菲利普更爱用四川话与观众交流 自创的十几首歌曲 大部分都是四川话版本 他说他喜欢走上街头的感觉 让更多人听到他唱出四川元素 走街头艺人是因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联系自己提升自己嘛 反正每个星期基本上都要学新的歌 最起码三首歌 就是人们过去比较 比较和那些过去 比较大家喜欢听 在街头唱歌 有观众们 然后这个感觉又比较随意 但是我又可以提升我唱功 还有舞台表现 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刷 认识很多朋友 如今菲利普还将宣传成都 作为自己的责任 偶尔去到中国其他城市 他不仅爱用四川话与人交流 还时常为成都的景点 美食等做宣传 菲利普还向波兰的亲朋好友 推荐成都 介绍四川 因为在菲利普心里 自己已经是成都人 不管是在贵外 还是在中贵 所有的地方 都觉得应该 应该把四川文化 都带到给大家看 我就是想通过直播 通过唱歌 想把这个 最真实的程度 展现给大家 其实我已经看着 就不是一个外国人 我更多的看着就是 是个成都人 lifting потому 这是一尝 我接受的 是一个词 我接受到 我接受的 你也有吗 有意思